有別於過往逐條巴士路線轉行重組 今次九巴會以整個地區的路線作出全面檢討 基於市區路線較為複雜 九巴會先重組新界區路線再重組市區 北區會是首個試點 正與北區區議會商討 期望在暑假能落實部分重組方案 之後就會到元朗、天稅圍和大埔 九巴發言人說 每次與地區人士商討都會遇到反對聲音 但希望居民能夠著眼全區利益 期望做好整個巴士網絡 另外屯門公路小嵐轉車站啟用後 令乘客量增加 現正加密巴士班次 香港呼民電視記者林家堯報導